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提醒表演者10分钟大线快到了 表演者需要顿刀拉屁股快点加把劲了 到了第10分钟 红灯亮起 表演彻底结束 如果这时表演者表演还没结束 那他就失去了参赛资格 最后也不会有成绩 在舞台设备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红灯一亮起 舞台幕布就会合上 表演者哪怕还耀眼 也不会让他再演了 事实上 在正规魔术比赛里 表演者没超时 但评委觉得这个表演质量实在太差 严重低于这个比赛水准 也会在表演过程中亮起红灯 拉下幕布 这时表演者就真的是当街小刀拉屁股 严重射死了 在Fism这个魔术界的奥运会里 只要有参赛者被亮红灯了 他对应的参赛国家 下一届就减少一个名额 这个后果挺严重的 之前我视频说过Fism参赛者可以挂名其他国家挂名Fism 但是一些小国家 比如塞尔维亚 绝对不会让其他国家的魔术师挂名自己国家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它影响下一届名额啊 以上就是比赛规则 基于这些规则 各种魔术大会曾经搞出过不少故事 最著名的就是西班牙魔术大师Udi Alago 非常强大的禁锦魔术师 同时也报名参赛了2015年意大利利米尼Fism 当时我们都好奇 已经这么大名鼎鼎的人了 居然还报名Fism参赛 莫不是要冲击转拉屁股挑战自我了 到了他比赛的时候 我们看到了他的表演 我也在台下 这参赛节目确实很好看 也很有趣 可惜 演着演着超时了 红灯亮了 那一瞬间台下真的 全场都是很惋惜的啊的声音 但是规矩就是规矩 这位禁锦魔术大师失去了那届Fism的参赛资格 在之后的很多魔术场合里 大家多少都会拿这件事开伍迪的玩笑 比如2017年4F大会里 伍迪是表演嘉宾 演完后主持人送给他一个红色电灯泡 以作纪念 挺贱的啊 还有一个戏剧化的是 发生在2018年韩国釜山Fism 有一位坐着轮椅的心灵魔术参赛者 他是意大利的克里斯多福卡斯特里尼 表演时演了一个节奏有点慢的心灵魔术 看上去很神秘 但是没有效果 前五分钟都是让观众选择东西的过程 于是评委认为这表演效果太差 亮起了红灯 拉上了幕布 然而就在幕布合上的过程中 效果出来了 就在那几秒钟展示出了一个效果 而且很略 很惊人 从表演流程结构上来看 后面肯定有其他效果 但是幕布已经拉上 没法再表演了 这就成为了一个非常遗憾的表演 但是最后结局还不错 克里斯多福被评为了那件心灵部的三等奖 也算是有了个交代 不过这种亮红灯的滋味确实不好受 所以有些参赛者想出了一些怪招 在荷兰魔术大会里 曾经有位喜剧部参赛者上台后直接说 我今天这个魔术要用电灯炮来演 然后走到前方笑咪咪的把红黄两个灯炮给拧下来了 于是这位表演者就在灯炮根本亮不起来的情况下 演完了全程 这方法真的是猎公拉屁股 很贱啊 大家有机会也不要学啊 毕竟灯炮不能亮了 幕布还是能合上的 关于魔术比赛亮红灯最戏剧性的例子 我觉得发生在2009年北京Fism的最后一天的最后一位参赛者 名字我就不忘了太丢人了 但是他是心灵部选手 表演的是蒙着眼睛猜观众事先掏出的随身物品 结果比赛超时 红灯亮了 幕布拉上了 但是别忘了他演的是蒙着眼睛猜东西 所以舞台上亮红灯 亮红灯 和尚幕布他根本不知道 幕布拉上了 他还在表演 这时真的很想跟他说一句足球界著名语录 已经结束了 谢谢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